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伴随着水面落下 一座近300平方米的东汉砖式墓显现出来 考古队发现了大量骨头 一具成年人海骨之外 还有狗的骨头、牛骨、禽类 这是两只猎齿类动物的骨头 这是鹿角 三观庙汉墓就像一座地下动物园 一座东汉大墓 相继出土 人骨、兽骨、禽骨 如此多的遗骸 仿佛仿佛一座尸骨坑 墓主人是谁 为什么如此拥挤 重重的疑问 就深埋在三观庙 50厘米的淤泥之下 5月28日 农历4月24 距离芒仲还有一星期 发掘以来 麦苗已经长成麦穗 下重的水稻也预出了新绿 初夏时节 大地充满了生机 也埋藏着大岸 带着昨天的疑问 三观庙汉墓迎来了新的一天 不到中午 现场的温度 已经突破30摄氏度 中式的发掘仍在继续 昨天发现的小孩 尸骨周围被重点清理 淤泥被一寸寸地翻起 碾碎 生怕错过任何信息 按常理推测 小孩的头骨就应该在这附近 是否被地下水扰乱 还是头骨根本没有下葬呢 考古队员努力地寻找着关键信息 土一定要敲碎敲戏啊 仅仅十厘米 头骨就被找到了 两颗头骨彼此依靠 相聚不过一拳 两个小孩相隔千年 终于重见天日 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个上面 做了掉了一层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了 就是很多骨骼已经暴露 人体的骨骼暴露出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 从东往西 把中式的暴露出来的这些骨骼 清出来 现在看可能这边有两个颅骨 它们是生前玩伴吗 死后也要紧紧相依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 将泥土与头骨分离 竹签细致地清理着缝隙 它的轮廓愈加明显 空洞的眼眶仿佛诉说着生命的无助 这是它的全骨功 保护着大脑侧面的安全 尽管只是一小部分 但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心安 泥土中的头骨已经显露大半 因为这个发现 昨天中式那两具小孩尸骨终于完整 小心翼翼地清理 容不得半点差错 随着头骨被不断清理 泥土之下的隐藏信息也被不断显露 看这个头骨也很小有没有 再精巧的人体构造 敌不过生命的轮回 随着露出地表的部位越来越多 头骨本身蕴含的信息也被不断放大 解读 它们多大 是男是女 它们是谁 头骨和泥土之间仍未松动 小心翼翼地剥离 一片黑褐色之中又有发现 我这边是牙齿已经保存了 它的牙好白啊 作为身体上最坚硬的骨骼 牙齿保存了一千多年 看起来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 保存得很完整 它牙齿保存那么好 可以后期可以根据牙齿的磨损程度 来判断它的年龄 有利于判断它的年龄 没有人会想到 泥土中还掩埋着如此完整的牙齿 每一位考古队员都兴奋异常 这一发现足以破解身份密码 牙齿致应不易腐败 但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产生特定的变化 萌出顺序 磨耗程度 牙髓腔变化 牙根钙化 这些规律性变化成了体制人类学判断的重要依据 工作的重心集中在了西侧墓的忠厚事 千百年的浸泡 淤泥塞满了整个头骨 尽管时间久远 但残存的信息依旧珍贵 这个头骨成了解开牧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淘骨队员清理掉周围的淤泥 露出完整头骨 这个头骨算是小的吧 但越是清理 暴露的信息越多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证据 旧的论断似乎有些让人迟疑 我们我觉得以前发现的稍微要小一些 但是小感觉感觉比昨天是给书摸的 比小孩的肯定给人迟疑 又要大 比大 大概是全小跟那个比呢 比这个要小 跟那个小 这个要小 反正应该还不像是小孩的 不像是小孩 可能还是 有可能 也有可能 嗯 之前的推测开始松动 这两个不大的头骨是他们的吗 像这个头骨的话 现在 就是说我们的话不是很确定 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成年人 或者是一个小孩的头骨 这个还需要就是说 他们专门做几个人类学的专家来确定 出土位置相近 彼此又有叠压 所有人都希望这就是那两个孩子的头骨 单考骨不是妄加猜测 定论必须交给科学 看它下颗骨去哪儿了 领队陈永廷依旧在附近的土中 寻找着头骨上的蛛丝马迹 这个是一段肋骨 飘移到这儿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现在已经飘移得很乱了 只有付出大量时间 精力才可能获得拼图的一小片 恰恰这一小片 有可能撬开大木的秘密 又一节骨头就出土在头骨的旁边 三角形轮廓左右对称 它是什么呢 盆骨是鉴定人体性别与年龄最好的样本 比如一些女性盆骨 因生育时胎儿的挤压会分开 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宽 有了可以断定性别的盆骨 距离牧主人的身份又近了一些 为了解读密码 陈永廷决定向科学求证 赵老师好 赵老师 这是山东大学体制人类学副教授赵永生教授 那现在我们想麻烦你再帮我们再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样连线可能会 这么乱的 因为扰动得很厉害 我们先给他看一下我们的现场 扰动得非常厉害 你能把头能动一下吗 或者照到它底部 底部 它底部 这样可以吗 因为它没取 牙齿 牙齿 这样可以看 这样看的话 其实从头看的话 这个应该是二十多岁的女的 从头看的 二十到三十岁的女的 竟然不是七代中的孩子 中世又多了一个女性的尸骨 那现在这个牙也清出来了一些 但是一点能看出来吗 只是看着这牙齿来 也不知道 看不出这个 应该是个成年人 这么说 骨盆 这个 骨盆 对 这个 这个清的还不是很好 这个看着像个男的 男的骨盆 像男性骨盆 应该不是他们的 对吧 因为他们说了都是小孩 不是他们的 意料之外 另一个头骨也是成年人 那现在又有一个年轻女性 然后还有一个男性的 那现在至少 墓主有四个人了 对 墓里至少应该有四个人 哦 有四个人 从这儿有看四个人 我们好 好 谢谢赵老师 好 赵老师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这个墓里面 有四个人 至少有四个人 包括年轻女性 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女性 还有一个成年的男性 就像这个盆骨 应该是男性的 这个头骨有可能是个成年人 但是性别还看不 刚才他也没说这个 这个盆骨起码是一个男性的 然后结合昨天 这边出了两个 应该是儿童的 八到九岁 那个稍微再大一些 两个儿童的盆骨 但是头骨我们还没有找到 其实现在是 目前可以初步确定 可能是四有四个人 泥土掩埋之间 这边就会有什么 这边的 这个盆骨 这个盆骨 这边是 结果 你 我们 是 这个盆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式 中式 后式 永道 所有的东西都浸泡在泥泞之中 雨水倒灌 这里发生了内涝 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大雨 我们可以看到牧师里面积了很多水 这个水它也可能一时半会儿下不去 我们现在打算用小水泵先把这个水先抽出来 然后这样对那个就减少它浸泡的时间吧 泡在水中每一秒都在对文物进行破坏 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与时间赛跑 水泵再次派上了用场 面对牧师中的积水 嘴上说不及 其实心里只能是无奈 抽水的速度敌不过焦急的心情 考古队决定人工排水 扫帚 水桶 塑料符 全员上阵 浑浊的雨水满地的泥泞 积水被一桶一桶地提了出来 这就是真正的考古 每一次考古发掘 每一天工作 充满未知但也平凡 临近中午 太阳终于出来了 昨天刚刚被清理出来的石骨 一场大雨过后又重回泥泞 冲刷 掩埋 这些尸骨一千多年来 经历了无数次 除去积水 三观庙汉木的发掘工作 终于恢复 考古队员重新清理 看似繁重的体力劳动 其实是他们的日常 突然前世又发现了骨头 这是一节下河谷 为了它不被破坏 考古队员小心地用刷子 清理着泥土 脑海中也在推测着它的可能 清理这个前世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发现了一个下河谷 正常来说前世肯定就是不是放那个 不是埋葬这个木准的地方 当然有可能正常来说 这个木准有可能会放在 最主要是放在后室 每一个墓室的建造都与地上建筑功能对应 这里是西侧墓的前世 相当于地下古墓的门厅 为什么一块下河谷在这里被发现 我们现在是不光在那边发现一个下河谷 然后还在这个靠近这个东壁的地方 然后之前是发现过一个 发现过一个头骨 现在看的话 就是说正好这个头骨 它是没有下河谷的 就是现在看的话 从现在看 就这个头骨跟那个下河谷 它俩就是相距比较远 而且它俩的高度 从高度来说 是不是在一个层域上 这个当然有可能是说 当然前期就是这个头骨 被漂过来的时候 因为它下河谷比较容易松动 有可能它俩原来是 就是说是属于一个人的个体 然后可能后来就是经过被水漂浮 然后就是分离的比较远 是水流的扰动 还是因为中后室的拥挤 不得已选择了前室呢 当然就是说 因为前期就是通过我们前几天 然后清理这个中室的情况来看 这个墓葬里面 然后它随着 它是埋葬的这个 这个人的个体数量是比较多的 就是说现在是还不是很好判断 就是这个下河谷跟那个头骨 是不是到底是属于一个人的个体 这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需要 我们需要就是这个专门做 体制人类学的专家 需要他们来帮助 前室发现下河谷打破了原有的藏俗 仅仅距离数米 墙角下的头骨是否属于同一个人 看不出来是哪个位置 头骨队员努力地在脑海中 搜索着他们的归属 是不是属于那两个小孩 还是墓中又有了新的成员 这座大墓之中 无数的疑问围绕着头骨 不断产生 回看三观庙汉墓的整个发掘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出土尸骨的过程 近三百平方米的墓室之中 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 初见的豪华已经被拥挤的感觉所取代 西侧墓 后世一人 西侧墓 中世四人 两具没有头骨的小孩 排骨 两颗成年人的头骨 西侧墓 前世 头骨和下额骨 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总数六人还是七人 迟迟没有定论 为了解答疑惑 考古队再次向科学求助 与尸骨打交道是体制人类学的专长 一座大墓能够出土这么多的尸骨 这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考古队特意请来了 山东大学体制人类学副教授 赵永生 这就是灵星的骨折了 墓中所有出土的尸骨 都等待被证明 越带着放也就要遭乱了 这两到三岁 这个年龄 这个是小孩 可能是那个 对青椒骨 它这个正在处于愈合时间 刚才穿着愈合的样子 不得 你看 这青椒骨的话 这稍微大一点 这稍微小一点 这两个是一顿 再小的骨头也不能放过 它们都曾是一个生命 在赵永生眼里 这座大墓并不简单 破碎的信息不断汇集 通过今天的一天鉴定来看的话 我们一共西侧墓室 东侧墓室 一共发现了17个个体 爆炸性的信息席卷了现场 之前的发掘中 原本摇摆不定的6人或者7人 陡然变成了一目17人 除了已经确定的几人外 其他人是谁 三观庙汉墓太不平静 最终的定论常常建立在推测之中 黄河灌溉着三观庙的两天 但有时也并不温和 墓室内的青石砖 记录着千百年来肆虐的洪水 洪水带来泥沙 会不会也曾带来了其他尸骨 自然的力量是第一种推测 再有一种推测呢 就是说这个家族 由于某种原因 得到了非正常的死亡 也许是疾病 也许是其他别的原因 然后他的后代呢 也是把他的所有的遗骨呢 都集中在一起 进行了一个合葬 每一次王朝更迭 战争都不可避免 冷兵器时代 战争的消耗就是人口 一个完整家族 常常会因此消失 因此 大量死去的族人 只能埋入一座坟婴 在汉代 这个直系的这种家族的观念 非常的强 他的后代 非常这个 就是说经济 政治各方面都非常的 强大 然后对他的整个直系的 这种有亲缘关系的人呢 进行了一个合葬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人的骨骼呢 不全 这也是合葬过程中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家族里有 这种家族是感谢 我们在这种家族 是一种家族的 这是一种家族的 不全 人口渴 他说 不全 人口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得异常小心 琐碎的秘密就掩埋在泥土之下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十岸的前面清出来一个 近方形的这么一个应该是七核的下半部分 它已经只有这条边保存比较好 它的另一侧已经挤压变形得很严重了 木质劈体腐蚀殆尽 七核已经和泥土粘连 潮湿的埋葬环境让文物的提取变得异常困难 清理推进甚至又甚 里面呢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细碎的小骨头 这座大墓开始出现新的成员 这就像鱼刺一样 散落的信息是拼图的碎片 骨骼并不稀奇 但为何出现在七核之中 骨骼并不稀奇 骨骼对阮试图拼凑起两者的联系 看起来像鱼刺一样 是不是这儿是以前鱼 它这个盒子里面 应该这是盒子的下边这一部位 在这个外面也有一些 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腐蓝之后 因为现在对了 它现在反正就是这些刺边之前 然后挑到外面那些 应该是一样的 刺是感觉是同一种 可能曾经是不是存在 有一条鱼啊什么的 但是鱼刺还有大刺呢 鱼骨的出现 让发掘变得有趣起来 为了保护残留的信息 考古领队陈永廷 在七核周围谨慎摸索 中间的那个脊椎的部分那种 这也都是 这就是比较大的 像中间的那部分 还有这儿 这也是骨头 腹肋骨 锥骨 随着清理的深入 泥土之下 隐藏的信息不断拼凑 这些纤细的骨头 属于一条鱼 但为何呈放在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七核之中 现在没有定论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信息 猜想必须经得起推敲 考古领队陈永廷 向谜题本身寻找答案 15加11 大约20 好坏 你说长能到这儿吗 够呛吧 这个边是准的 它的长度应该就是在27左右 这个长度还是现在可以从这边看出来的 它的宽这边 大约那个宽26 27乘26 我们测量一下 它的残存的那个高度是两厘米 根据长宽高 考古队员推测出 这应当是一个漆案 古人吃饭时的桌子 漆切埋入地下 大多为贵族专属 1972年 湖南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 700多件出土漆器 漆刑与文士各不相同 相似的方形漆案也曾盛放食物 但长沙马王堆埋葬的 可是西汉长沙国丞相与他的妻子 三观庙的墓主人 又会是谁呢 1800多年后 跨越时间的阻隔 人们希望了解 大墓中的鱼 对于三观庙的考古队员 其实并不稀奇 在此前 他们就曾在这座地下厅堂中 发现过大量动物骨骼 这就是小琴类的 琴类的动物骨骼 这是琴类的动物骨骼 琴类只是开始 方形骨骼被认定是牛的巨骨 西侧木中式的墙边 整齐马放的一排骨头 旁边还有他的肩胛骨 这是一只镊齿类动物 还有这只传说能带来好运的鹿角 巨大的三观庙汉木 考古的园仿佛置身于一座地下动物园 但此时 这些动物开始从棺上变作食物 考古队员突然想到 鱼骨上方 原本普通的方形石板 可能就是串联密码的线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平台 应该是我们一般推测 它是用来放祭祀器物的一个器物台 发现的七岸和鱼骨就在石台之下 有一种力量导致贵重的寄品散落一地 那条祭祀用的鱼也一同跌落 原先本来是摆放在岸上的 后来它被扰动了 然后就被扰动了 水飘过来了 都到这边来了 陈永廷的推测 源自他与这座古墓的初建 三观庙行 原本沉溺于一片池塘之中 发掘之初 地下水依旧不断上涨 加上春季的降水 原本已经抽干的水塘 很快就会涨满 水 一直是这座大漠的标志 也是陈永廷对七岸位移推测的出发点 但以鱼祭祀 是曾经的古老藏俗 还是墓主人的生前偏爱呢 就是我们最早发现的一块石枝门楣 我们当时通过株层清理 清理到这时候 先露出来石头 慢慢就露出来了羊头 外突的羊眼 弯曲的羊角 布满线条的奇特纹饰 为何要雕刻羊头 视野放大 却发现这并不是个例 大墓之中 神秘的羊手 比比皆是 这个羊呢 有很多种说法 有的说是羊者祥也 就是说祥吉祥如意 孔子说这个 弊是水之经也 这个羊呢 是土之经也 就是说羊 它这个主管土地的 它就是辟邪 能镇压住这个各种 这个妖魔鬼怪 各种不祥的东西 去这种作用 悬羊头于门上 将信仰刻在石头中 在三观庙汉墓 并非唯一 三观庙汉墓 四室四厅三百平方米 十六只羊手显而易见 但在旁边 泥土之下 墙壁表面也隐藏着 牧主人的生前密码 水柱打湿尼壳 毛刷清出真相 这些墙壁是记录牧主人 人生侧影的连环画 汉画像石 看外面应该是那种 那个边饰 对 有点像这个边缝 有点边缝 还是先整个清出来的看法 好 这么一扎一看石头 我把这个 咱们把整个图像清完之后 再仔细观察一下 整副的 古代墓葬频频被盗 经济价值不高的 画像石得以保留 线条背后的故事 成为陈永廷 解读墓主人的重要密码 差不多了 埋藏千年 画像石重见天日 陈永廷试图触摸古老 这幅画仔细看看 这不是那个和一个衡量 中间肯定是鱼 这鱼肯定没错了 这是什么 这像是我的眼睛 觉得像个猪头 这个挂了 还肉 反正要是肉的话 就有点跟现在咱那种 就是割的 它挂在钩里面 卖肉的那种 这个就比较像了 肯定是一块肉 真的 破碎的信息不断汇集 踏片之上 横梁之下 悬挂的汉带猪头 体型硕大的鲤鱼 欲试丰收 还有一块 已经切割好 等待烹饪的肉 牧主人仕途告诉我们 他的家族 绝不仅仅用阴食概括 古代只有富贵家庭 才经常有肉吃 所以曾有肉食者的说法 汉代 富人常将猪 雕汇于墓中砖石上 期盼延续生前财富 继续享受 猪是财富的象征 画像石上 雕刻着墓主人的日常生活 而大墓中室里 先前出土的禽类之骨 方形的牛巨骨 以及一排猎齿类动物的骨骼 这些散落的信息 同样也是他的日常 那么二者之间 是否一一印证呢